來繼續來看台中一間公廟 志祺風玉 他們要求跳頂頭的 五陽獎 也要來掛嘴鵬 有就不讓嘴鵬來拿到冰寶 還請民宿 把這個冰寶 為你嘴鵬的面上 這個外交很幽露 方向看 又真的看不出來 他們有掛嘴鵬 廟在旁華丹 大家都來看老日 這是五陽獎在跳頂頭 來看他的民眾部 都有掛嘴鵬 在嘴鵬上面 好像有的火草喔 嘴鵬上面的火草 有得聽得到 而且跟五陽獎 外面接到麻麻麻 看永遠看不出來 裝備、服裝 還有頭盔都滿重的 加上戴上這個口罩 的呼吸上我比較困難 當天從早上的七點 到那天晚上的十點 台中這間公廟 在跳頂頭的時候 五陽獎就要先掛醫療的嘴鵬 接下來又掛一段步的嘴鵬 一次嘴鵬掛兩盞的跳頂頭 實在是真辛苦 不過外面的嘴鵬 原來沒有輕鬆 原本外一個人的臉 只要四十分斤 現在我幾位嘴鵬 時間最少 還增加三十分斤 口罩是布的 布會吸水 才有毛細孔 你要先用那個顏色 先蓋過 要讓蠻多層的 廟在做樓 只要緊要欣賞多民眾來參加 為了偏面避免感染 將廟人員跟跳頂頭的人 都會掛嘴鵬 不然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